阳光人寿第三季度净利下滑近两成 年内已被罚近800万元 近日 阳光人寿披露三季报 其第三季度实现保险业务收入为129.42亿元 同比增加12.65% 但净利润却呈现下滑态势为16.75亿元 同比减少了18.3% 结合一二季度来看 阳光人寿前三季度保费收入为461.5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加了42.8亿元 但同期净利润则为39.54亿元 与2020年前三季度相比 减少了1.2亿元 整体来看 与净利润的下滑相对应的是 阳光人寿屡屡收到监管罚单 今年2月 多家媒体报道称 阳光人寿八家分支机构 因为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 合计被罚480万元 开处罚是由海引发业界关注 而值得一提的是 在开年就被大发之后 阳光人寿并未停止收领罚单的脚步 据了解 阳光人寿多地区分支机构的保险主业存在问题 在连内贫遭监管处罚 据AI财经社书里 今年以来 阳光人寿在云南 上海 河南 江苏 无锡 大连等地区 几乎以每月一地的节奏收到监管罚单 被罚金额总计超过300万元 整体来看 今年以来 阳光人寿已经为其不合规的经营行为 买单近800万元 据悉 今年7月 人参显布在关于关于加强规范管理 促进人参保险公司年度业务平稳发展的通知 若实情况的通报中指出 阳光人寿上海分公司 存在跨期确认保费收入的情况 同时 银保监会发布的消费投诉情况通报显示 2021年12季度 阳光人寿连续位居人参显公司投诉两千十位